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观念 数线跟数的比大小 好我们先画一条数线 数线三要素 圆点方向跟单位长 那我们知道在圆点的右边一格 就是一 代表的数字就是一 右边两格代表的数字就是二 右边三格代表的数字就是三 右边四格就是四 五格就是五 六格就是六 依此类推 从这个数字你就可以知道 越往右边的数字会越来越大 那越往左边呢 在圆点的左边一格叫做负一 圆点左边两格叫负二 圆点左边三格负三 再来负四 负五 负六 我们就发现在圆点的左边呢 负的越来越多 负的越来越多呢 那代表越往左边走的话呢 这个数字会越 小 越往右边走的话数字会越 大 而且圆点的左边都是负的 这个负数 负数呢 一定会比 圆点的右边这一些数字 这些数字呢 这些数字呢 是正数 圆点的右边这些数字都是正数 负数一定比正数还要小 那零呢就介于正数和负数中间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果 负数比零小 零又比正数小 反过来说正数比零大 零又比负数还要大 好我们来做个整理 在数线上呢 越靠近右边的数字越大 越靠左边的数字越小 所有的负数都比正数小 那零呢 介于正数和负数中间 也就是说呢 负数比零小 零又比正数小 反过来讲 正数比零大 零又比负数 还要来的大